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鲍鲍鲍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你们好 今天是2024年4月30日 星期二奴隶 假成年3月22日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万金珠宝店被抢劫 安省购物中心将被拆除 大唐华舒适紧急召回 留学生每周可工作24小时 加拿大暂停两类移民项目 大批加拿大人抵制劳博勒斯 北美大学校园帐篷示威 安省奴业法危险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 今天的具体内容 万金珠宝店被抢劫 万金马克威尔商场内的六副珠宝店 26日被三名盲面劫匪抢劫 劫匪与新街市 更像电力阵员 黑青龙胶刺酒抢劫 于4月26日 新一步中午 约12时半 位于麦康文和哈维西文的 马克威尔商场内 三名一番进入商店 一名司机在外面等候 三名嫌疑人 一路店 机箱店员 恒因设有毒物质 然后偷走贵重物品 前方逃跑时乘一辆白色的货车 沿着7号高速公路向东堂里 安益省购物中心将被拆除 大多人的地区 又一个购物中心即将被关闭 这座拥有14座高达35层大陆的 购物中心 可能会彻底改变它一线 预报道 也不是新的开发申请说明书 指出 对于401高速公路的 迪沃普洛众州附近的 大型购物广场 博尔克戴雾中心即将关闭 该中心是一个汽车被中心的 拆除大部分购物广场 见到一个由特能 布莱特设计的 以未来主义风格 人事标准郊区公寓风格的 新型混合用途社区 大多方说是紧急召回 加拿大视频检验局 正召回三个牌子的肉食技术代产品 产品或受李斯特军物人 加拿大视频检验局 山中六对TNT登品牌产品 发出警告 建议消费者不要使用 因为产品或受李斯特军物人 由于可能受到 单喊稀泡 登生李斯特军物人 需要紧急召回树营药产品 产品包括麻辣鸭脖 麻辣毛豆 麻辣豆腐皮等 留学生每周可工作24小时 联邦移民部长表示 从9月开始 国际学生每周将可以在校外 最多工作24个小时 据报道 在新冠肺炎期间 自由党暂时取消了 国际学生20小时的工作时间上限 以缓解脑龙力的短暂问题 该后面以30日到期 联邦政府将于9月起 把国际学生每多工作 之数永久上限调为24小时 而在暑假和寒假期间的学校放假时 国际学生工作就没有实数的限制 加拿大暂停两类移民项目 加拿大移民部长宣布 全面暂停接受自雇移民计划的申请 同时对热门移民项目 SUV放投移民进行重大改革 这些变更将从2024年4月30日开始成效 根据移民部发布的新闻稿 为了改善放投移民项目 移民部将鼓励三类制定的机构 贡献投资基金机构 天使投资机构和 商业浮华期机构移民部长表示 快速处理对于通过联邦商业计划 来加拿大的企业家的成功 至少重要 这些必要的改变 将使创投移民和特务移民项目 获得更快的处理时间 同时期待进一步的改革 使这些计划从长远来看 更具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大批加拿大人抵制烙不烙 深感不满 且非常愤怒的加拿大购物者 计划在整个5月抵制烙不烙 及其下的所有潮市 这意味着 从5月1日开始的一个月内 大批加拿大人将坚决不去 劳不烙其他所有潮市 这些潮市包括 劳不烙斯 劳普瑞尔斯 Hotinos Shop Dromag等 还有华人超市 大通华 TNT 劳不烙集团 由于视频价格和利益上涨 引发了对大型杂货商日益不满 活动组织者 还向劳不烙集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包括牵出视频杂货行为准则 并承诺提供实惠的价格 北美大学校园帐篷示威 近期北美校园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 愈演愈烈 在加拿大及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之后 温哥华的UBC大学也出现了清巴勒斯坦营地 据报道 UBC的营地参与者 包括学生和温哥华社区的成员 他们在UBC草场打起了仗 并在场地周围的蔚栏上挂起了一些横幅 组织者呼吁UBC大学 要求以色列居住者放弃殖民战领种族清洗和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 安省奴业法为宪 安省一项有争议的奴业宪法规定 以虚假借口在奴场获得工作 以揭露奴场内部条件案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该法的部分条款被认定违法宪法 本月早下时候 在动物争议组织于2021年发起宪章挑战后 法官撥回了防止非法录情和保护视频安全法的部分内容 法官认为新法律侵犯了言论自由 如果通过虚假借口金融的奴场 就不能告诉外界奴场内发生了什么 安省总监察长表示 正在审查这一判决 尚未决定是否上诉 汇率和天气预报 4月30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8.8元人民币 明天5月1日的天气预报 郭泰华8度到14度多云 布林多9度到12度少云 温哥华5度到15度少云 魁北克4度到12度少云 卡尔加里1度到3度有血 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